原标题女神张欣宇童年照罢光 网友看完后感叹女大十八遍了 本文由明星粉丝团作者柴碑原创 未经允许不得转述到女神张欣宇她的颜值 在娱乐圈之中算是很高 她算是第一眼美女 光是第一眼看到 她就会被惊艳她的气质冷艳妩媚 她在《风神英雄榜》之中出演的苏达吉 就让人很喜欢她出演的苏达吉 妩媚妖娆 真就是倾国倾城了 还有《心反李莫愁》 也是很美妩媚 动人射人心魄 再加上女神演技很不错 难怪她会发展得不错啊 只是很多网友看到女神张欣宇小时候照片 就会觉得 比较一般当时的张欣宇武官 也是不错 不过她气质和现在不太一样 特别是读书时 张欣宇还是比较纯朴 不过这武官还是比较出众 当时的她还在读书 又是素颜和现在有区别 也是正常事情了 在她童年照之中 也是如此和现在完全就是两种感觉 很多网友感叹 女大十八篇 就是如此吧 不少人童年时 可能武官比较一般 这长大之后 反而相反张欣宇气质和武官气质 都是不错 在娱乐圈之中 她颜值和身材都是不错 特别是演技一直很在线 现在的她已经不如婚姻殿堂了 别的明星就算是结婚 也会各种炒作 不过张欣宇结婚 却是很低调 而且也是很洁洁 不少网友都是感叹 女神张欣宇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她老公是一个军人颜值高 还有责任心 她这一结婚在娱乐圈之中 口碑也是不错了 不少网友也没有再黑她 其实她一个人在娱乐圈之中 努力打拼也是不容易 特别是刚刚出道时 被大家各种黑她内心 需要多强大才能走到现在 以前她只要随便一句话 也会被大家黑陷在她低调 而又努力 大家慢慢喜欢上了 这个真性情女星 大家也是很期待 她的新作品来和大家见面 特别是她演技一直都很不错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女神张欣宇 她的哪一个角色 的本文内容 均为明星粉丝团原创转载 请先联系我们 谢谢